Data Engineer 下一場議程的講者是Xeno 過去研究NLP,目前則是Data Engineer 然後平常在用Python跟Besture做一些ETL的資料流開發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Xeno 大家好,我是Neno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Airflow與ETL的初步應用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我 對,我就是Data Engineer,這就快速再過 那我的今天要講的大綱呢 是會先講到ETL和Workflow的部分 再來講到ETL的排程 那我們之後會介紹Airflow 最後Data Engineer我自己的Call 那首先是ETL和Workflow的部分呢 什麼是ETL呢 就是ETL是將資料從來源端經過轉換之後 放到目的地的一整個過程 那其中又分為一 那一,ETL就是將資料從來源端擷取 那七,Transform 就是將我們的資料轉換成合適的格式 那Load就是將這些轉換過的資料的格式呢 放到我們的Target 可能是Target的Database 或者是許多的Folder 就是Fileless等等 那再來呢稍微講一下Workflow是什麼 Workflow是一套有順序 彼此具備依賴關係的Task 所組成的業務邏輯 那Workflow裡面的Task呢 是處理任務的基本單位 那ETL也是Workflow的一種 因為ETL的Task呢 都有一定的依賴關係與它的業務邏輯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ETL的排程 那我們的ETL為什麼需要做排程呢 是因為我們的Source資料會定時定期的更新 那我們為了要提供使用者能再得到新的資料 我們就得在一定的時間內處理完整個ETL的流程 那另外呢我們也希望我們做ETL排程的時候 避免資料量處理量太大 而致使我們ETL處理時消耗太多資源 處理流程太久 導致失敗的可能性變高 所以我們也希望ETL能定時定期定量的去做注入資料這個動作 因此也需要做排程 那我們可以從這張ETL的圖來看 圖上的Database可能都會更新 那只要有更新的話 我們就得在一定的時間內處理完這整個流程 這包含了許多的Application與Database 那確保我們的資料目的地有更新到 像是這邊就是Data Warehouse的部分會更新 那我們在做ETL的時候 可能會有哪些常常發生的困難呢 像是說墨費定律 就是說我們有可能會出錯的任務 就一定會出錯 怎麼說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網路失敗 或者是source database 突然多一些column 什麼之類的 都會導致我們做ETL的task 發生失敗 那這會造成我們在debugging的時候 需要花許多時間去找尋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因為它這個ETL過程其實牽涉到許多Data和Function 那它就是因為這樣子會形成很複雜的依賴關係 那airflow能減少這種ETL上的哪些問題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做retry fail task的機制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 讓它再重啟這個任務 或許因為那個時間點因為網路斷掉 那可能過幾分鐘之後就好了這樣子 那再來呢就是說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有怎麼定義我們的dependency 那這樣的話在我們debugging和做workflow上 會比較有效率的去做制定 那它最強大的東西就是它的webUI 它可以視覺化我們的task的狀態 執行時間 那monitoring和logging等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airflow的webUI的部分 那這邊呢dag其實就是workflow 我等等會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張圖呢 就是乾測圖可以看到那個task的執行時間 那再來呢我就稍微講解一下airflow airflow是2015年airbnb釋放的開源專案 那現在為rp7的top的project 那它是由python所寫的workflow管理平台 那我們的task的定義都可以透過python去寫我們想做的事情 那再來呢我們就稍微介紹一下airflow的核心概念 那airflow的話我們想要先定義workflow要怎麼定義 我們就要用到dag dag的全名就會是direct aesthetic graph 就是有向無環圖 我們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片 就是說我們從a點連到e點的路徑 沒有任何一個路徑會往回流 那它就沒有形成一個cycle 那在airflow裡面呢 它是說就是反應task之間的依賴關係的一組work的圖的概念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就是有起點到終點這種圖的樣子 然後呢 再來呢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當我們定義dag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operator operator是airflow裡面的API的原件 那這個API原件呢 主要是作為觸發task的啟動器 像是說如果我們想要做bash指令的話 就要用到bash operator 如果是sqlite的指令的話 就會用到sqlite operator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task的話 就是說定義work的最基本的最小單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圖上每個task都有它的對應的名字 那再來呢 當我們在執行airflow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execution date 這個東西就是特定時間跑的任務和dag 主要是告訴我們就是賦予這些dag和task有個實力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有跑在特定時間執行的dag就會叫做dagrun 那我們看到這個6月9號這裡呢 藍色圖圈起來的部分就是整個dagrun 那它就是在6月9號執行的dag 那在裡面的每個小針方形呢 就是它的task 那因為有在特定時間執行 所以它就是taskinstance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taskinstance和dagrun的顏色 其實就是它的一些狀態 那它有success,skip, upstreamfailed等等 那我再來稍微簡易的介紹一下airflow的架構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左邊這張時鐘的圖 就是schedule和executor的部分 它就會去做排程 然後把這些任務把它放到queue裡面之後 傳給上面那個workups 那workups就會真正實際做執行 那這個執行之後呢 它會把這些執行的狀態 像是剛剛說的success,failed等狀態呢 傳回到meta database裡面 那之後呢 我們再看到右邊這個web server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去看到那些task的執行狀態 透過這個web UI 那順便講一下這個web server 是flask框架所寫的 那我們也可以在web server上 看到這個task裡面的執行的資訊 那再來我就稍微講一下我的demo的code 那我demo的code呢 就是說我們是要怎麼定義我的workflow 就是我在這邊呢 是在裝完erflow之後這個套件 然後再設定一個config file erflow.cfg 那我再給它在這裡面呢 就是設定我的dag的folder 那就是myquadgetdags 那我在這裡面又設定 就是只用一個python檔案 制定我的workflow 那就是這個quowerptt.py 那這個quowerptt.py 那這個quowerptt.py在做什麼 我在itrade階段呢 就是從ptt裡面爬充 那在transformer階段呢 我就是使用了tf.idf 去截取那些ptt文章裡面的關鍵字詞 那最後在road的階段呢 我會遇到我所想要的關鍵字詞 把它放到我的taki database 那這個是它的dag的樣子 這個我等等再稍微講解一下 那我再回頭看那個quowerptt點牌 是怎麼定義我的workflow 首先我們要先定義function 這些function就是主要是用來 讓operator知道說他要做哪些事情 那像是這邊我可能會有一些batch的指令 或者是python的方法 那再來呢我們就是要 針對這些airflow裡面 用設定dag 那這邊的dag呢 我們就給它一些初始值 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這邊也可以放quowerjob做排程 那或者是說什麼時候失敗 要再重新嘗試 那接下來可以看到下面這小框 這個withdag的地方就是開始定義我們的 dag的名字 然後它的初始的參數 那之後呢我們就是要定義我們的operator 在dag底下定義這樣子 那像是說如果我們想要先執行batch的指令 我們就要用batch operator 然後給它一個task的名字 那這邊它的參數batch command裡面的start command 就是我之前在function裡面定義的部分 就是去印出一些東西 那再來呢當我們定義完operator之後呢 我們要去制定整個workflow的順序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到bshift 那bshift是airflow裡面的API的元件 那主要是說反映operator裡面的關係 那在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紅色圈起來的部分 當我們task1又以task2的時候表示說 我們執行完task1之後會去執行task2這個任務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那個python檔所定義的那個workflow 那大概就長這樣子 就是我在batch的operator的部分 就是負責印出一些環境變數 那python operator的部分就是先爬蟲然後再擷取文章 那之後呢在get keyword的部分 就是bench python operator的部分呢就是說 依照條件選擇我要的關鍵字詞 然後選擇要去做domin operator 還是sqlite operator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batch operator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這裡呢 batch command是附上我之前的start command 那這個start command在做什麼 就是在印出airflow裡面的環境變數 那你可以看到echo這個字詞就是batch指定嘛 那這個task呢它是airflow附予的環境變數 然後它這裡面的那些語法是用軍爪的template去做的 那實際上在airflow log的資訊就會長這個樣子 那可以看到它echo的某些資訊 那再來呢 這邊呢再來是python operator的部分 那我這邊呢就是爬蟲 然後從這些ptt的連結去截取文章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的python operator 裡面呢這邊的python callable 代入的是我之前定義的function quad page links 那這個它的quad page links 要怎麼代入參數 就是用它的opox 那這邊我是找ptt裡面的車子版 然後對應的就是quad page link裡面的form 那再來呢就是我們得到了那些連結之後 那我們要怎樣子把這個ptt的連結訊息傳遞給下一個任務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到airflow裡面的那個API叫做xcount xcount的全名為crosscommunication 主要就是用來任務交換訊息所用的一個API 那它要怎麼使用呢 我們就要在這個python operator的部分 給它一個providecontext等一處 那這個就是拿出airflow裡面的環境變數 接下來我們就是可以用這個master xcount.pol 那就可以去拿出這個ptt一系列的連結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也是在airflow webui裡面呈現的樣子 那它的key叫return value 那這個value裡面就是我要的那些連結 那再來呢就是說當我們拿到這些連結之後 我就是要用idf做判斷 那我這邊就用bench python operator 那bench python operator在做什麼 它主要就是做說我們接下來要判斷接下來要執行哪一個task的時候 就是我所用到的operator 所以呢它return的值比較特別一點 它return的是task的名字 那在我這邊的設定呢 如果有車、賓士等關鍵字詞 它就會去執行recognDB這個task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執行do nothing的task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步驟 就是sqlite operator和domin operator部分 這邊sqlite operator的部分的話 我主要就是說把我的資料審到sqlite裡面 那就是說我自己之前看到的關鍵字詞 有車子的相關的字 那domin operator的部分的話就是do nothing 這個operator主要是告訴我們說 就是這個整個dh run已經執行完畢了 所以我們自己再多設一個domin operator 那這個是我在那個sqlite裡面最後呈現的結果 就是說這個是它車子版然後執行的時間 那最後呢我再稍微講一下airflow的限制 它其實需要schedule和database 才能去執行這整個排程的指令 那它呢其實並不擅長去處理streaming data 因為streaming data就是有資料就得馬上處理了 但是它比較偏向那種schedule job的形態去做事情 所以它並不適合去處理那種streaming的data 那我們最後再reclip一下airflow的好處 它有它的互動性 就是說我們可以在webUI上看到就是task之間的相依關係 執行時間還有干測圖等等 那再來呢就是說flexibility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去定義說我們operator到底想做哪些事情 那大概這個是reference的部分 然後先看看有沒有時間進入demo 等我一下 不然先QA好了 看看 多用啊 這個 這個 1分鐘 1分鐘嗎 可以 1分鐘嗎 我 我暫時不知道怎麼demo 那我們這邊開放現場一個問題有沒有要問問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請問你會用Airflow來管理ETL以外的任務 譬如說發送信件等等 那如果我會的話 請問是如何來管理這件事情 這個我是沒有做啦 但是我是有看網路上別人做的啦 他就是把就是管 他會他有一個email operator的部分 這個東西他是去寄一些成功訊息 就是說那個Airflow裡面 他只會在fail retry的部分 去執行記錄說就是失敗的訊息 才會丟email給你 那他的email operator才會去寄信這樣子 那也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主要問你是說就是在處理資料以外的 一些排程的東西 就是因為以前會比較常用 Chrome Drop或Chrome Tab來做排程的處理 那可是Airflow這一套 他也可以處理排程的 排程上面的任務 可是好像比較多人拿來做ETL 我也不知道就是 因為他兩個混折用 感覺在管理上會有一點麻煩 對 我目前的話 在我目前的日常任務裡面 大部分都是做ETL 對對 好好好 謝謝 我會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的話 剩下有問題可能要私下找講者 那這樣我們讓你熱烈的掌聲 謝謝今天的Zero 謝謝你們我沒有了 謝謝你在東西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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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